想要在我以後退休之後 能夠蓋自己想要的房子 身為一個白子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 讓自己先累積經驗 按部就班來 它就會有一個突發性的進展 我們不是走蟑螂那個路線 真的實地在做 所以蠻多屋主願意給我們機會 去做這個裝修 大家好 我是基品工程的李永俊 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做室內裝修 我們大概有兩個走向 一個是做統包工程 然後另外一邊是做偏木工的 就是系裝修的工程 我是念資訊工程系的 我對志工很有興趣 但是我不喜歡志工的工作 因為志工的工作是 他就是做在電腦前 一直在編程式 我就覺得有點死氣沉沉 像我之前之前 有學過Java 繪圖軟體 也有去學 甚至我還有去學那個 互動式網頁 並不是沒有興趣 只是說我不想要 從事那個工作而已 我比較喜歡就是 跟人互動 它會有一個那個 開始跟結束嘛 我們會有共識 做事就比較輕鬆了 而且會有一個 很明確的目標 我今年40歲了 2013年的時候 才開始想要做 裝修這一塊 想要在我以後退休之後 能夠蓋自己想要的房子 我那時候很想學木工 然後我就去投履歷 然後他們又要找 剛好是學徒的 我是白子啊 所以我就直接去當學徒 那初期結案子就是 就是我默默無名的嘛 我只能到處去拜訪一些大哥 一些做木工的大哥 一些工程公司 然後還有就是 可能路邊 馬路邊看到有人在工作 進去 就是跟他們交換名片 這樣去換工作 有幾種情況 一個就是他可能是一張白子 所以他完全是從別的產業 跳到這個產業的 那另外一種是他可能是 學校本科的 這兩類型的人才有 會接觸到我們這個產業 然後有想要在這個產業裡面發展 身為一個白子需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讓自己先累積經驗 畫圖的經驗也可以 或是說你直接到工地實習的經驗 這也可以 一定要先去累積這個經驗 而且時間大概會落在兩年左右 才有辦法有一個水準去知道 師父他們在做什麼 這是身為一個白子所需要的 本科系出來的學生 那就是要增加實習的機會 找一些類似裝修的公司 當助理 然後就有機會去接觸這些工地 參與到這個工地的前中後期 最前面當然參與不到 就是老闆跟業主談的案件 這一塊可能就完全參與不到 就是沒有辦法 但是你可以把後面這一塊 就是完全就是學好了 工程進行到哪個階段 就該做什麼事 就按部就班來 它就會有一個突發性的進展 我其實花蠻多時間在看同業的案件 我最常被我家人念 就是比如說到了十一二點的時候 我在那邊滑手機滑 這是我覺得自我提升的一個 最便捷最簡潔 然後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去參考別人的案件 給我一些想法 比如說全能住宅網 蠻喜歡看那個節目 舊物件 然後它保值的 然後拿來應用 第二個就是說 讓它空間最大化 搭配個人喜好 再去結合個人的那個習慣 那業者對於我們信任度 或是我們案件的來源 真的是憑藉了平時的耕耘 就第一個 我們案件完成之後 它並不是沒有作用 我們把這個案件 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讓下一個 有需要被我們服務的 或是有機會被我們服務的人 他可以看到我們 以往做了什麼 能夠被客戶認可 只要這些既往的案件 算是一個無聲的業務 就是他對我們往後 再接新的案子做紀錄之後 我們再帶領我們那個後輩 都會有很大的加分 去年的12月底的時候 屋主聯繫我 說他有一個舊的案件 然後他想要整修 因為他希望透過整修 然後他就是可以讓這個環境 可以有一個新的機會 可以讓你使用 這個都可以看到這個是比較 舊式的 純木工手做的那種 的櫃體 這個是經過我們整修過 他現在是 用西裝蓋板去釘了 所以他看起來很平整 很漂亮 早期木工做的時候 他是 是木皮貼板 所以他 我們來的時候他已經是 整個都已經 我們俗稱開花 就是他那個皮都翹起來了 然後他大概有幾個 比較需要整修 第一個會有漏水的問題 創物他是強調說一定要更換 因為這個之後如果有做 就是鋁窗在下雨天 或是颱風天的時候 風大的時候 他那個鋁窗會 互相撞擊 那個蠻草的 所以他就強力要求這個 一定要有 有氣密隔音的功用 他這個地方整修 我們就是幫他做油漆 地板也有做 那再來就是木工 木工就是他這個整面牆 都是請木工做的 所以他看起來 就是比較整體 比較完整 在施工前都會跟師傅他們討論 就是如何施工 包含說 這個牆我要怎麼做 需不需要做平台 算是比較簡約的設計 那早期這間浴室的話 他是比較偏日式的 就是 早一袋的日式浴室 你在裡面洗澡 就是 你必須有兩個水龍頭 然後這裡有一個水盆 然後坐在那邊這樣洗澡 我做過案子裡面就是 比較特別的一個一點 他這裡面就是因為有水 會有水 所以我們這邊 這種塑膠牆板去做 有塑膠牆板的話 他好處就是在於說 第一個美觀 第二個就是他非常好清理 第三個優點就是他不怕水 當初幫他做這個窗戶 就是跟屋主有很多討論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要怎麼做 第一個他這個窗真的不好弱 然後我們就是保留他採光的特性 因為他這個光很容易透進來 整間房間看起來比較明亮 屋主是比較傾向用黑色 純黑色的 那我有跟他建議說 你純黑色的話 跟你那個牆色 還有天花板色會 落差會太大 可以選擇吃一個就是鐵灰色 他是其實算生灰的顏色 他不是純黑 那看起來整個空間感 比較和諧一點 屋主是參考我以前做過的案件 通常我會用一些 我們以前做過的案子 然後就是跟業主溝通 還有就是我會傾聽屋主他的想法 得到這些訊息之後 我就會再花點時間跟他們討論 然後會給他們實質的建議 我們不是走蟑螂那個路線 真的實地在做 所以蠻多屋主願意給我們機會 去做這個裝修 所以,… 感谢观看